杨雪儿,景仪,你少说两句吧,沉眠,你给她看看,景仪这才注意到杨雪儿身后的沉眠,温柔闲静,美丽可爱,再怎么说也是个学子,景仪抗议到夫人,让她给我处理伤口,她行吗? 杨雪儿,行不行,试过才知道,景仪,啊,拿我当试验品的,杨雪儿,少说句话不行吗?景仪嘴上没说,但心里在说,我伤的是胳膊,又不是嘴,与话多的景仪形成鲜明的对比,沉眠一句话不说,缓缓走到景仪身边,有条不紊地用剪刀剪开景仪的袖子,查看伤口,清洗,上药,包扎, 一番操作下来,竟然没怎么感觉到疼,景仪不觉多看了沉眠几眼 处理好后,沉眠柔声道,隔两天,换一次药,两次即可痊愈 杨雪儿满意地点点头,在众多学子中,她本来就很喜欢沉眠,话虽不多,但学习认真严谨,虚心受教,是学医的好苗子 杨雪儿和沉眠又重新回到了课堂上,两天后该换药的景仪等在了医学堂门外,沉眠一下课就看到一脸焦急的景仪 景仪看到她,急忙走向前,沉姑娘,麻烦你再帮我换次药吧,医室的人换药不知轻重 我怕疼,沉眠不说话,只是点点头,本该换两次药的景仪,愣了换了三次药,说这样稳妥些 胳膊伤刚好,身上又有些其他的小毛病,不是肚子不舒服,就是腿疼,或是受被树枝划伤的 每次都非让沉眠,给她枕脉开点药或处理伤口,静视里,大家又在一起聚餐 杨雪儿笑着对魏无羡说,阿羡,你发现景仪最近总是生病受伤了吗? 魏无羡一脸茫然,大嫂,什么意思?杨雪儿笑着把景仪最近的幼稚行为告诉了魏无羡 魏无羡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景仪行啊,追女孩子挺有一手,比我还厉害 蓝忘机听了魏无羡的话,皱了皱没问,你是怎么追女孩子的? 魏无羡张口就来,我就是,话未说完忽然察觉到什么不对,我根本就没有追过女孩子 蓝湛,你况我?我以前顶多是逗逗她们罢了,又不喜欢她们,怎么会去追她们? 哈哈,其他人都被逗笑了,魏无羡也是服了她们了 明明是在说景仪的事,为什么又扯到她身上? 魏,不是在说景仪吗?怎么又扯我身上了? 杨雪儿,对对对,继续说景仪的事,阿线,此事你打算怎么办? 魏无羡想了想,这好办,直接问她们,如果她们都有意,我们就帮景仪去提亲 如果无意就算了,我自有办法,蓝熙尘知道魏无羡不知又会出什么鬼点子 笑着说,阿线,你别玩泰国,啊,大哥,我是那样的人吗? 魏无羡不满道 所以,人都齐声回答,是,哈哈,蓝青和蓝瑞羞慕的时候,魏无羡对蓝青说 青儿,今天让景仪哥哥他们带你们下山去玩吧 蓝青一听,可以下山去玩高兴地说,真的 魏无羡,当然是真的 阿爹什么时候骗过你们?蓝青,阿爹和父亲去吗? 魏无羡,今天我和你父亲没空 今天我和你父亲要去拜访一位家主 蓝青问,阿爹,你们要去拜访什么家主?能不能带着我和哥哥去?我们去拜访这位家主,是因为要商议你景仪哥哥的婚事,所以不能带着你们俩,蓝瑞,景仪哥哥要成亲了吗?是啊,你景仪哥哥快三十岁了,也没遇到心仪的姑娘,正好他家的女儿曾经见过景仪,对他一见钟情 反正你景仪哥哥也没喜欢的人,你父亲就替他应下了此事 蓝青,知道了阿爹,我们在外边一定乖乖听话 魏无羡,抱了抱两个孩子说,真乖,你们去找景仪哥哥吧 两个孩子高高兴兴地出去了 魏无羡一脸坏笑,景仪,还记得你曾经说韩光君联姻之事了吗? 你害得我伤心难过,风水轮流转,这下轮到你了 哈哈,这是魏无羡想出的逼着蓝景仪表明心计的方法 她知道只要蓝青知道了此事,一定会跟景仪说 如果景仪对陈眠有意,一定会着急,还可能会有所行动 果不其然,玩得正起劲的蓝景仪一听蓝青说起此事 什么逛街的心情都没了 一路心不在焉,思追安慰她 景仪,你先别急,回去了你亲自去问问魏前辈 我想,如果你不愿意,魏前辈和韩光君肯定不会逼你的 我知道,平时话多的景仪今天难得的话少了 这边魏无羡和蓝忘机去了姑苏 去跟陈先生和罗青阳提起此事 这种事,他们怎么也不能亲自去问人家姑娘吧 所以趁着休目,两人来了姑苏 陈先生和罗青阳一听此事,都表示 只要他们女儿沉眠同意,他们都没意见 蓝氏的弟子,人品肯定不会差 何况能让魏无羡和蓝忘亲自过来的弟子 人品肯定更没问题 只要人好,他们女儿又喜欢的话 年龄大十几岁不算什么 魏无羡和蓝忘机很高兴 陈先生夫妇也很高兴 非留二人吃过饭再走 他们盛情难却 陈先生酒量很好 与魏无羡有种知音难觅的感觉 因此,二人都喝了不少 蓝忘机随身带着醒酒玩 他给魏无羡服下 魏无羡才不至于醉的一塌糊涂 二人吃过饭休息了片刻 便飞了回云深不知处 刚到望线居外 二人远远就看见景仪和司追待着蓝锐和蓝青在院子里玩 因为景仪有心事 所以他们几个早早便回来了 看到望线回来 景仪比蓝青跑得还快 来到二人面前 韩光君 魏前辈 我有话跟你们说 蓝青也跑了过来 父亲 阿爹这是怎么了 因为他们阿爹看到景仪他们 又靠在蓝忘机身上 蓝忘机 你阿爹醉了 他又看向景仪淡淡地说道 有什么是明日在说 他当然知道景仪想说什么 也知道魏无羡又故意装罪 就是想让景仪着急 他怎么能不配合呢 韩光君 景仪还想说什么 被司追拉了拉 不情愿地离开了 景仪回到自己的住处 饭也没吃 干什么也没精神 躺在床上 却翻来 翻去睡不着 他不知道 蓝忘机和魏无羡 打算让他娶哪家的仙子 不管哪家的仙子 他都不想娶 他的脑海里 总是想起沉面的样子 想起他 给他换药时的一丝不苟 想起他甜静清纯的样子 他越想心里越烦躁 夜 怎么如此漫长 相对于蓝景仪的焦躁不安 静视这边 显得惬意温馨多了 静视里 魏无羡躺在藤椅上 闭着双目 他说 酒喝多了头痛 蓝青便站在藤椅后边 开始给他按摩头 由于是正下 他说热 蓝瑞正拿着菩萨给他扇风 而此时的蓝忘机 正在小厨房给他熬甜汤 因为杨雪儿曾说过 喝了酒多喝点甜汤也能解酒 你 声音乐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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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